谁能想到一颗百吨重的巨石 在这个男人一天的改造下 竟然成了完美的庇护所 里面不仅有温暖大气的壁炉 还有柔软舒适的竹子大床 就连吃的都是椰谷般的大米饭 由于上一个庇护所搭建在巨石之下 因冷潮湿还伴有小可爱 小李不得不背上行囊重新启程 中途靠这些木鳖果进行冲击 终于让他发现一块毅历千年的巨石 其独特的长相让小李有了安家的冲动 多的不说少的不闹 先把四周的杂草清理干净 作为一个常年游走深山老龄的人 深知庇护所的重要性 带着整个巨石干净光滑 他去河边收集一些鹅卵石 这种长相清秀的石头他都没有放过 没一会的功夫就收集一堆 然后他挑选了一块上好的黄土 其独特的密度使得粘性十足 号称野外和凝土 他毫不客气地收集一兜子 再用一碗清澈的山泉水 来彻底激发其内在的钳制 有了弹性十足的狮子头 就可以用石头为基础冲冲陷阵 再用Q弹的粘腿做后盾 一层一层向上雷起 虽然每块石头都是不规则形态 但小李硬是给安排的整整齐齐 有了坚固的地基做防护 中间的空腹处只需要用土填满 这样就得到一个完整的平台 这块一里千年的巨石万万都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头顶被人安了假 随即找来手臂粗的木棍 来给房屋当作顶凉柱 将原木扎根在角落里 底部用黄土给夯得结结实实 小李一连安了十来根 这注定屋子的面积不小 为了能使得这个框架更加牢固 他去附近陵园购一些竹棍 这种竹子天生韧性极强 用来将其搭建庇护锁 简直是在合适不过 只见他把竹棍弯成弧形 并和所有的力竹串联在一起 虽然没有用钉子固定 但结实程度也是没得说 他将抄出来的部分锯掉 接着用横梁划分出大门的位置 顶部再用原木排列整齐 很快以原木为框架的雏形完成 就算八级大风来了依然尾如老狗 然后再铺上一层透明的防水布 将边边角角都定牢以后 他又搬来成群结队的竹棍 这种竹子非常昂贵 听说五百克就有一斤筋 将其结成所需大小后 并分别给他们排列整齐 很快就把整个屋顶四周包围 这种严丝合缝的感觉 完全可以抵挡得助雨雪的渗透 后部的墙体也是如法炮制 一根根细木棍向上雷起 每绑一根都要用线绳串缘在一起 很快就完成了一面竹子墙体 为了让自己睡得更加舒适 他用剩余的木棍为框架 绿油油的竹子为床板 就得到一张结实的单人床 一口作气的他并没有休息 他继续找来石头与黄土 打算给自己做个吃饭的灶台 要说野外生存有段位的话 小李也算是个王者 无论是木屋的设计 还是手法上的记忆 绝对是点尖的存在 最后再将前门两侧进行填充 除了预留出合适的门窗来增加采光 其他的全部铺满 现在从正面看已经有了家的样子 老样子点燃干柴烈火 先给壁炉进行烘干 随着烟囱冒出一缕鸟鸟吹烟 也该到了干饭的时刻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这里有着丰富的物质资源 除了河蟹还有泥丘 小李毫不客气地收集一兜子 然后拿出惊天时来的木鳖骨 听说吃了有护肤明目的功效 不得不说干过两年厨师的小李 对于吃这一块有着独特的见解 他用扒出来的果肉加大米搅拌在一起 然后给它们统统送进竹筒里 在野外除了一身手蜜 剩下的都是就地取材物尽其用 通过自己一双巧手拯救所有 待得七七四十九分钟后 就可以吃上一顿丰富的晚餐 看着小李吃得津津有味 吃饱喝足以后 他在自己搭建的庇护所 安详地睡了过去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只是多看了一眼这个天然石洞 就将其改造成居住百年的家 里面不仅空间十分开阔 还有石木地板 黏土壁炉 简直是野外生存的理想之家 经常四海为家的王德发 只想来到野外安个家 他来到一片竹林深处 发现一处天然的洞穴 忍不住上前查看一番 其后实的岩壁让他充满了安全感 当即决定在这里安家落户 而且外面还有野生的木瓜树 听说吃了能达到丰入肥囤的程度 多的不说少的不落 开始把门口的杂草清理掉 让整个洞穴恢复从前的面貌 接着拿出祖传的浩天锤 对着石头发起猛灭的攻击 把多余的石头给去除掉 腾出来合适的空间 来为自己打造一张结实的大床 这就少不了一些粗壮的圆木 像这种野生的木方木板 都是搭建庇护所的最佳建材 先用锯子打在前阵 切割出几个合适的床腿 再用斧子进行整顿 将其拼接成一个整体 地面不平整也没关系 只需要用刀子细细打磨一番 这样就可以把做好的床架放上去 接着把木板一片片铺设在一起 很快就得到一张舒适的木床 然后他把剩下的木板 三两下拼接在一起 制作一个可以在屋的木槽 由于整个山洞近深五亿以上 为了搬运泥土更加方便 他特意找来两根加长的竹棍 再削上一根木栓 将彼此紧密连接在一起 来给庇护所制作个滑轮锁道 首先就要用木墩子固定好竹棍 确保它们不会轻易出轨 为了保证其更加丝滑 它又在上面图抹上了树枝 这样爬上爬下就会相当给力 俗话说得好 想要复仙修路 这是上一代总结出来的经验 有了运输车的加持 让它节省了很多体力 搬运泥土就会方便很 随着收集的泥土足够的多 德发终于可以给地面进行找平 然后挨干净的德发把切割好的木板 一片片铺垫在粗糙的地面上 使得整个地面变得更加平整 铺垫完成以后 现在整个山洞看起来归整许多 完全可以搭建个两室一厅 这附近除了天然的木瓜树 就是这种取之不尽的大田螺 德发也是毫不客气地收集一些 接着用木敦制作个萤火工具 带着把内在的支币掏空 就可以把炭火放进去 来制作出一个简单的烧烤架 把田螺给串好以后 架上去进行烧烤时刻 待得七七四十九分钟 就可以吃上新鲜的爆烤田螺 在补充完足够多的能量以后 它继续搬来这种粗壮的原木 再用尺子丈量好合适的高度 开始把原木拒出所需要的长度 用来给庇库所当作成功 接着挖出几个对应的鸡坑 再把力柱稳稳地放入其中 德发一连安了五根承重主 既划分出了大门的位置 又不用担心有躺板板的风险 最后用黄土给底部夯的接接实实 这才去搬来一堆粗壮的原木 来给庇库所搭建墙底 不过在这之前 德发还要展示一套精湛的俯工 把不规则的木头 通通都给削成原柱底 而后用尺子丈量出合适的长度 将其多出来的部分给它插掉 就可以用来给前排当作强挺 虽然硬件的东西不算多 但主打的就是经验多 严谨的德发每根钉子都要深思熟虑 每个角度都要精确到位 另一侧也是如法炮制 都是在用横竖拼接的方式 将其牢牢固定在一起 而且过程中还要预留出窗口的位置 给室内带了充足的采光 虽然德发掌的其貌不扬 但一身水艺无人能强 无论是奇思冒想的设计 还是野外生存的能力 都有了自己独特的想法 现在从正面看已经有了家的样子 不过它并没有停下来的一路 继续把剩余的原木结成一小段 接着去远处拉来一车黄土 尽管这里的土质比较特殊 但还是要通过山泉水的滋养 才能激发其内在的潜力 做出来的黏土号称野外最强混凝土 把货好的泥巴堆在木架上 混合着小木桩一层又一层 这个过程简直不要太减压 很快就搭建一面密不透风的墙体 至于大门的制作 德发依然选用同款材料子造一样 现在只要把荷叶固定在立竹上 就能使得它们洗劫连里有不分离 安全感这块完全得到 而且还是双开门设计 现在只要再加上个木栓 就算黑熊来了都得摇摇头 至于窗户的制作 虽然没有现成的玻璃 但用木棍代替也很牢固 只需用凿子扣出对应的凹槽 把西木棍一根镶嵌上去 现在无论是内部的空间感 还是外部的安全感 都已然达到了顶尖 既然想要长久的居住下去 那肯定要搭建个温暖的壁炉 只见它把黏土都给准备好 然后在一旁腾出来个空地 开始搭建一个温暖大气的壁炉 好在这里的石头够多 让它搭建起来也毫无顾忌 只需要一块块石头向上雷起 缝隙之间都要用泥土覆盖住 为了防止烟到口灰溜 它都会把烟囱垒高到两米开外 这样就不会有一氧化碳中毒的从前 老样子点燃骨开烈火 先给壁炉进行烘干 随着烟囱冒出一缕鸟鸟吹烟 整个洞穴也是别有一番氛围 得发顺手烧上一壶山泉水 可谓是一生牛马不得闲 得闲一缕青山棉 这才是真正的荒野天花板 不到三天的时间 利用八百克云山树 徒手打造出一座豪华的森林木屋 里面不但有温暖壁炉相伴 外面的造型也是相当的选 这是喜欢露营的阿罗 今天又来到野外讨生活 他发现了一堆被废弃的托盘 当即与狗子沟通一番 决定在这里安家落户 多的不说少的不落 先是找来几个木桩垫底 然后用木方拼接成四方框架 中间用几根龙骨进行连接 来增加整个框架的稳定性 随后将托盘从新分解成木板 用来铺设到整个框架上 一片片沙漠板蓬蓬蓬定上去 搭建出干净平整的台面 好在阿罗的手法干净利索 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完成了铺设 带着将多出来的木板去掉后 他找来比较粗壮的木方 经过卷尺精密的测量后 先用锯子打个前阵 再用斧子进行整顿 就可以将带有凹槽的木方拼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方形的独立框架 阿罗一比一复刻了两个 中间的部分用横梁将彼此连接 考虑到今后还要爬上爬下 他三两下就做出来个脚手架 有了合适的木架做载体 就可以用带有凹槽的木板 将整个框架定成一个整体 保险起见他又加了两根立柱做支撑 这样就可以用横梁划分出门窗 而且还能让整个框架更加劳补 戴得将个部门零件固定好以后 他开始用三维真火做碳化处理 这样碳烤出来的棕色花纹 不仅美观好看 而且还能与木屋搭配得更加统一 然后他继续用领条固定在四周框架上 虽然看着不起眼的操作 但后续安装木板就会方便许多 至于整个屋顶的搭建 他选择以一点为中心 将木方写着搭建在四个边走 形成一个稳定四边形框架 有了稳定的构架做基础 就可以用木板一片片从短到长 依次斜着固定上去 形成一面密不透风的墙体 不愧是木匠出身的小博 每个手法都是干净利用 毫不脱迷带水 虽然没有规划好的图纸 但在阿罗河里的设计中 变成了一座华丽的艺术品 无论是线条的切割 还是手斧的运用 绝对堪称完美 现在从正面看有了家的样子 接下来他拿出立清品 裁剪好合适的尺寸以后 将其铺垫在整个屋顶上 严谨的他每个边边角角 都处理得很大 这样顶部的防水工作就完成了 得益于提前预留出合适的窗口 这才能让室内得到充足的采光 在安装完合适的领条以后 就可以把透明玻璃对接上去 让整个外部颜值拉满 室内看起来也变得宽敞许多 至于大门的制作 阿罗主打的就是一个统一 没有过于华丽的外形 只是简简单单的拼接 很快一个结实的石木大门呈现出来 现在只要安装上锅链 就能让彼此之间百年好合不离补弃 果然是持有一技在手 胜过四亩良田 在阿罗有条不我的安排中 整个木屋已经拉升了一个档子 现在只需要把木门安装一块玻璃 也算是完成了前脸的部分 好在阿罗半夜偷偷看荒野建策 每个搭建步骤都两人于心 为了能让室内结实空间 他特意把床铺安装在了上方 虽然看上去挤白了一点 但这种上铺的设计完全能大大 节省底部的空间 为此阿罗专门定制了个木梯子 在野外生存就要有效利用周边资源 阿罗早已熟能生下 他不仅把托盘做成桌面 就连小木砖都做成了桌腿 然后将它们完美地组合在一起 不愧是学过园林设计的阿罗 做出来的东西简单实用 然后轻轻松松定下去 上万块一套的餐桌餐也就好了 随后他拿出一体式折叠壁炉 将其组装好以后 与外面的烟道口进行连接 严谨的阿罗都会把烟囱夹高一米开外 老样子点燃干柴溜 先给自己取取暖 随着烟囱冒出一缕鸟吊烟 阿罗顺手给自己烧了一壶开水 就在这时突如袭来的小雨下来起来 正好也是考验屋顶的时刻 看得出来阿罗对自己的新家很满意 待得雨过天晴后 他继续把剩下的托盘分了家 在木屋的一旁搭建个简易的柴火房 这样就算下雨的时候 放在里面也不会淋湿了 好在这里的托盘比较多 让他搭建起来也毫无估计 他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完成了装修 而一旁还带有木砖的横梁 正好可以当作防护栏 一排排向上每个 现在庇护所的价值立马一万升到一万七 闭口座器的他并没有休息 继续给阳台上安装的大门 俗话说边框边搂全在收口 在把脚链对接好以后 整个木屋的气质立马提升不少 考虑到上下行走不是很方便 他继续找来万能的托盘 将其全部分解以后 用木板三两下拼接成可以行走的木梯 这才算是完成了露天阳台的搭建 最后还没有把老伙计忘记 毕竟跟了阿罗这么多年 必须要给狗子一个单独的家 为此阿罗按照狗子的身材 一笔一复刻了一个同款木屋 细心的他屋顶防水也没有落下 看得出来狗子对自己的新家也是相当喜欢 整个木屋别墅建造的差不多了 阿罗准备做一顿丰富的晚餐奖励自己 至此一人一狗在深山老林里 也算是有了第二个幸福的根据地 这是世界上最隐蔽的庇护所 他深藏在两米深的地下 全屋利用800根纯原木打造 里面的设施不但因应俱全 外部更是完美的和环境融为一体 刚毕业就失业的罗斯 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 他决定在野外搭建一座 可以过冬的庇护所 而灵河搭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只见他挑选了一块平坦的土地 用绳子开始划分出大带的区域 随即拿着家传神器开始猛烈的袍地 由于黄色的土壤特殊的质地 让罗斯没费多少体力 很快就挖出半个人高的机坑 这还没完 他继续把剩余的泥土清理干净 因为是地下庇护所 所以深度还是有待挖掘 直到形成四四方方的模样 远处一颗品性纯粮的树胸 早就已经被他箱中将其结成所需大小 顺手再来套去角质服务 把不干净的东西统统刮掉 为了能让庇护所百年布他 所有的力柱底部都需要进行碳化处理 直到烧到乌漆麻黑的橙色 就可以稳稳地将它放入机坑中 底部再用黄土进行夯实 罗斯一连按了四根承重住 看面积起码能有个仪式一听 接着用锯子打个前阵 再用斧子进行整顿 就可以将带有凹槽的衡量 精准地卡上去 顶部再用十厘米长的钉子夹过 只有环环相扣才能相亲相爱 有了结实的石木框架 搭建屋顶就简单许多 不过眼瞅着天色慢慢暗淡下来 他先是把一侧铺垫上防水布 然后在底部搭建几根原木来充当床体 今天暂且休息一晚 第二天一早就已经开始忙活 这摆来根原木将是搭建屋顶 以及四周墙体所用的材料 不过在安装之前 来回进出不是很方便 他先是用铁锹挖出个门廊 这样搬运就会省事许多 为了能更早地住上新家 他选择搭建这种平面屋顶 这种平面屋顶可以节省很多材料 且搭建过程十分简单 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把屋顶码的整整齐齐 好后他在门口挖出对应的机坑 再用力柱划分出大门的位置 现在看起来就没有垮他的风险 考虑到这里的沙土比较柔软 今天罗斯特意带了一卷细薄棉 带得测量好大体的高度 就可以裁剪出对应的尺度 每一面墙壁都用锡纸棉隔开 既可以防止沙土掉落 也能方便后期的回填工作 带得把准备工作做好以后 他开始排列粗壮的原木 好在罗斯常年练习举铁 扛个百来金的原木丝毫不慌 而且每搭建一层外部都要用泥土为甜 都说慢工出细活 在罗斯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好在这里的木材十分丰富 这让他搭建起来毫无尺度 尽量把每个细节都要到位 随着顶部的框架搭建完成 前面也预留出来窗口的位置 恰巧今天父亲过来探班 看得出来他对儿子的作品很满意 当即自己又露了一手 看着手法也是相当给力 果然是虎腹无犬子 随即罗斯在顶部铺垫上防水布 带得把边边角角收好后 开始用泥土做回填 饱满的同时又能防止雨水的渗透 带得把屋顶都填满 天色也是渐渐黑了起来 他先烧上一壶山泉水 趁这个功夫 重新整改一下自己的石木床底 为了能让自己更加适应野外环境 罗斯就打算一直居住在这里 直到用自己的双手搭建出温暖的庇护所 随着整个木屋洗风经顶 内部看起来也宽敞许多 罗斯打算给内部做装修 当下要做的就是置物架 为了不占用更多的空间 搭建墙壁一侧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就可以放一些生活物资 然后他把室内的渣土清理一番 再挑选几根细长的原木 来给庇护所当作龙骨 将其间隔着排列好 就可以给室内铺设好地板 一根根细木棍砰砰砰钉上去 虽然不是用的木板 但好在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 随着将木板铺垫完成 室内看起来规整许多 为了让自己睡得更加舒适 他用立柱拼接成床腿 重新给自己定制了一套大床 躺上去试了是比之前都舒适很多 随即他开始扩充整个门廊 为了避免泥石流的风险 他把两侧都挖出个台阶 开始用原木修建成挡板 这种挡板可以提升庇护所的防风性 以后就算冬天来临他也能照常居住 虽然搭建房子不是轻松的活 但罗斯还是坚持自己的严谨 都会用泥土进行回田加固 这样不仅大大增加隐蔽性 而且屋子也是相当的保暖 这一干就到了晚上 天气也慢慢冷了起来 不得已先要点上篝火 先给自己补充卡路里 隔天一早罗斯就拿来了壁屋 他可不想晚上又被冻醒 看着满地枯黄的落叶 冬季也是要悄悄地来临 罗斯开始找个合适的角落 准备在屋顶弄个烟囱口 只见他把屋顶凿出个缺口 然后找来比他还要高的烟囱 将其与下面的壁炉连接好 接口的地方还要用铁片进行固定 这种铁制烟囱不仅安装简单 而且还能起到防火隔热的效果 老样子点燃干柴烈火 随着烟囱冒出一缕鸟鸟吹烟 罗斯顺手测量出大门的尺度 他打算先在上面安装个门框 毕竟大门的保温工作十分重要 稍有数不就很难度过这个冬天 闭口做气的他并没有休息 直接用剩余的木料 三两下拼接成合适的木门 虽然门是小了一点 但一点也不耽误进出 毕竟主打的就是一个隐蔽 而门口一侧的空隙处 继续用木棍进行填充 直到给全部密封完以后 这才开始忙活今天的晚餐 毕竟有了壁炉的加持 让他做起美食也是得心应手 室内有了室宜的温度 就算晚上穿半截袖也不会冷 第二天一早 白雪覆盖在整个大地与树木之上 螺丝早早起来就开始打扫战场 没想到冬季的雪花说来就来 这让螺丝脆不及防 为了让屋子更加保暖 他在门框上安了一圈隔热棉 这样就不会有四处溜达的小风乱跑 最后在门板上加上一层稀薄棉 这才算是严丝和蜂蜜不透风 再得安装好窗户以后 室内的采光通透很多 整个屋子虽然小了一些 但是聚暖性更好了 随即他劈砍一些木材 毕竟在漫长的冬天里 室内都要有适宜的温度 看着壁炉烧得越来越旺 螺丝顺手用棉条给缝隙出进行填充 毕竟一个月的时间 螺丝也算是有了温暖的家 高兴得他当即奖励自己一顿美餐 当鸡丁下锅的那一刻 实话实说我是羡慕了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宫保鸡丁吗 看着螺丝吃得津津有味 这就是令人向往的生活 至此螺丝的地下庇护所完成 这是一个重达上万吨的庇护所 因为他坐落在巨大的岩壁之下 全无由石头加木棍打造而成 富足的空间不仅能容奈一人居住 宽敞的客厅让人无拘无束 简直是野外露营的理想选择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 然而大山却带着狗子四处流浪 他发现一处巨大的天然岩洞 结实的墙壁让他充满了安全感 当即决定在这里安家落 大山一言不合就开挖 他先把内部的泥土清理一遍 一些破碎的岩层都要请出去 来给内部拓展出合适的空间 尽管这里面比较潮湿一些 但一点也不妨碍一旁的小溪经过 从风水上看绝对是背靠大山 脚下流水的风势宝地 只见大山用扁平的石板垒出个地基台面 用来隔绝下方的小溪 随后他去下方的小溪口 收集来更多的大理石 跑在这里的资源比较丰富 很快就得到一堆长相清秀的石头 他顺手把一旁的山体也重新加固一番 确保不会有泥石流滑坡的风险 挨干净的大山继续用扁平的石板 给下方粗糙的地面全部铺满 让其看起来更加丝滑平等 虽然这里的空间比较狭小 但仪式感这块完全不能少 在腾出来一块干净的空地后 他直接去远处找来几块金状的原木 拿回来结成所需要的长布 为了能让自己睡得更加舒适 他有绑来手臂搓的木柜 先给树胸来一套去角置服务 将其包得一干二净 用来给自己充当石木床蹄 剩下的木棍大山给一分为二 将其一片片整齐滑一地排列在一起 就得到一张干净丝滑的木床 虽说看起来粗糙了一点 但狗子上去都不愿挪开头 由于昨晚的一场暴风雨 山里多了很多躺平的树胸 大山也是毫不吝啬的收入囊中 既然打算在岩壁下搭建庇护所 为了防止有躺满板 他先在一旁之上一根沉冰 底部再用渣土进行填充 随后继续又找来一堆相对扁平的饰宝 考虑到这里过于潮湿 大山还是准备给自己搭建个壁炉 先去去这里的湿气 深秋的季节泥土比较湿润 只要对上稍许的山泉水 再搅拌好以后就可以拍上用场 就这么一层石头一层粘土向上雷起 在大山看来只有用石头雷出的壁炉 搭建在一起才算得上市完美 摇身一变成了农村土灶台的样子 老样子先点燃干柴烈火 给壁炉进行风干 接着继续在崖壁下方挖出几个机坑 然后把栗柱稳稳地放入其中 大山一连安排了五根成冻 这么看安全感直接拉满 横梁的连接他选择用损某结构 只需要在栗柱上造出几个对应的凹槽 就可以将它们精准地卡上去 来划分出门窗的位置 戴得完成得差不多以后 他顺手在一旁洗了巴蕾 继续马不停蹄地干了起来 他要在今晚入住进去 毕竟荒山野灵宝不准有野兽通过 说话的功夫 大山凭借着无与伦比的手速 硬生生地截出来好多木墩 接下来就到了正式搭建的环节 这是个强迫症看了会点赞 密集症看了会下翻的壁骨锁 还有200根原木打造而成 光墙壁厚度就有30厘米 虽然每根木桩的大小不一 但缝隙之间可以用黏土进行加固 主攻皇家园林设计的大山 真是一双桥手拯救所有 很快就把前排的墙体搭建完毕 他也不会离家出走 以至于练就一身好人领 就算在野外也一样混得风生水起 从狗子的眼神就能看出来 对大山那是满满的爱 说话的功夫他就用几个木棍拼接在一起 来给自己做个石墓大门 尽管没有过于华丽的外表 但安全感这一块完全没得说 在充满节奏的敲击声音 很快就得到一扇结实的防盗门 最后再附带个门把手 现在从正面看已经有了家的样子 至于窗户的部分 大山还是选择用一张透明薄木 虽然没有玻璃平整 但好在采光性还不错 毕竟主打的就是一封不花灵园到家 虽然门口这条小戏比较狭窄 但大山还是给安排上了独木桥 这样不仅走来走去方便很多 整个屋子的氛围感也能完全提升 就现在这个结实成本 就算在上面唱跳rap都没有问题 看得出来大山也是相当满意 当即去一旁结了个木桩 不得不说这个造型充满着艺术气息 用来当做小餐桌再合适不过 只需要在上面钉上几块木板 就得到一个相当漂亮的小饭桌 有了餐桌当然要安排个餐饮 这样上万块一套的餐桌餐饮搞定 野外除了丰富的木材 就是这种取之不尽的苔写 大山也是毫不客气的收集一堆 用来布置在庇护所四周 瞬间整个庭院看着美轮美奂 只干活不干饭生产堆的驴都不干 只见大山点燃勾火堆 开始拿出吃饭的家伙生 当大山两块钱豪华面包出现的时候 有一说一别人的荒野不是吃不完的鱼 就是吃不完的肉 而大山确实白里有好几根草 干活一点也没少 不过好在有了狗子的陪伴 哪怕在野外也能逍遥又自在 至此大山的庇护所完成 可谓是一生牛马不得闲 得闲一语青山眠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谨的男人 不管是原木的拼接 还是对木屋的搭建 都必须精准地测量 确保误差不超过一毫米 在正式搭建之前 大毛二毛先用了七天时间收集原木 每一根木材的直径必须在50厘米以上 这样打造出来的房子才有安全感 为了方便加工木材 两人特意徒手打造出个地桩 用工具钻出相通的孔洞 这样就可以精准地将其卡上去 通过斧子的敲击 把木栓牢牢地固定在原木里 让彼此团结在一起 有了合适的木架做支撑 加工原木就变得方便很多 先给树兄来套去角质服务 将其外在的质币分离 把表皮通通给包得一干二净 这样就得到一根品性纯良的原木 哥俩按照这个方法又加工了一大堆 两人分工明确并没有过多的交流 大毛开始用线绳规划出大袋的区域 按照标记好的位置进行猛烈的刨地 二毛则是用线绳一根根穿插在一起 这样就得到一面结实的漏网 说话的功夫大毛已经挖掘好了机坑 这个时候漏网就派上了用场 两人到附近收集一些相对扁平的石头 有了衬手的工具 搬运石头就变得简单很多 一会的功夫就把周边的石头搜刮一空 这些石头就是搭建地基的最佳建材 现在只需要准备好上好的方法 在经过山泉水的滋润以后 用来搭建地基简直在合适不过了 本以为两人是精通木工的活 没想到瓦匠的活也如此给力 虽然每块石头都是不规则形态 硬是被两人摆放的整整齐齐 毫无违和感仿佛天生就该如此 很快就完成了石头的摆放 有了牢固的地基做支撑 二人继续给原木精细化处理 先用锯子打个前阵 锯出合适的线条 再用副子进行整顿 把原木两端都要劈砍出凹槽 得益于有了锋利的战法 这让它加工起来轻松寻衣 很快就把原木精准地对接上去 形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地基轮廓 哥俩按照这个方法 把粗壮的原木全部摆放在地基上 这才刚刚搭建好地基框架 一场大雨就悄然而下 带得雨过天晴 两人继续开始干了起来 为了方便向上搭建 二毛把原木一端全部抠出凹槽 保险起见底部再用龙骨进行固定 中间用木板做隔断将彼此连接 来增加框架的稳定性 虽然地属斜坡之上 但牢固程度绝对没得说 它开始用木板横着平铺上去 一片片沙木板整齐滑衣地摆放在一起 在充满节奏的敲击声中 很快就完成了木板的铺碎 有了干净规整的平台 剩下的摆来根木材就可以继续向上搭建 大毛先把原木一端加工出损口 而且原木一侧都要预留出一条凹槽 二毛则是把原木精准地卡住凹槽里 向上搭建出力竹 再通过工具钻出相通的孔洞 将木栓狠狠地敲击进去 加以固定 二毛按照这个方法 一连安排了十来根顶梁柱 这样注定木屋的面积不小 就在大毛干得正起劲的时候 二毛已经开始手绘出图纸 他打算利用这根优质的木方 做个合适的木杯子 真是一双巧手拯救所有 细节这一块被二毛拿捏得相当到位 很快就雕刻出百来快一只的杯子 二毛一连做了两个 看得出来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 当即用石头为个灶台 先织起来篝火堆 然后去附近采摘一些野骨 这种野生的桑刃含有多种维生素 听说喝了有美容养颜的效果 再经过三味真火的烘烤 就能喝上热腾腾的桑刃汁 看其颜色真想自己品尝一口 哥俩在休息一会后 继续开始干了起来 他俩把原木的异端消除损口 得利于安装立柱非常的严谨 安装墙体就会方便很多 只需要按照之前预留好的轨道 把原木一根根精准的卡进去 就能搭建出一面密不透风的墙体 而且每搭建一层都要放上格温头 与此同时大毛也没闲着 在一旁找了快开阔的空门 然后规划好大概的区域 直接用原木搭建出个四四方方的小木屋 本以为是入侧用的小单间 但从屋顶蓄水的情况来看 没想到还是个喜悦的桑拿房 不得不说两个兄弟过得也是相当随形 就在大毛享受着沐浴的时候 二毛已经把墙体搭建有半个人高 看得出来弟弟不仅手艺好 而且本人也是相当勤奋 在搭建的过程中还预留出窗口的位置 这样整个室内就会得到充足的采光 在二人的齐心协力下 整个墙体也慢慢完善 看上去已经有了大体的雏形 就连狗子都挪不开腿 粗壮的原木让人充满了安全感 有了结实的墙体做后盾 搭建屋顶就会简单很多 由于两人要搭建人字形框架 顶部就需要一根粗壮的横梁做支撑 这样就可以把加工好的船子钉上去 以一点为中心间隔着马好 直到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框架 再把多出来的部分去掉后 现在整个庇护所也完成了一大半了 相信哥俩很快就能住上温能一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